擋兆 大型拖吊車小心翼翼吊起車頭 直見砂石車車頭全毀 擋風玻璃 碎落一地 車門凹陷變形 座椅雜物 甚至噴飛到路上 後來被撞到扭曲變形 砂石車九十度側翻 車上的砂石到處散落 地上還留下一條長長的砂車痕 不難想像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這起嚴重車禍是發生在 國道六號南投路段 二十號上午十點多 五十九歲成型駕駛 在交流到致撞護欄 失控翻車 掉落邊坡 人還彈飛出去 救護人一到現場 馬上衝下邊坡 對傷者實施CPR急救 但駕駛傷勢太過嚴重 消防隊趕緊將人 抬上救護車 送醫後還是宣告不治 一次車速過快 以及那個超載的情形 導致於 導致於他該車 差狀 差狀護欄 不過砂石車超載三點五噸 已經嚴重違規 加上車速過快 過彎不勝 才會釀成悲劇 記者曾偉強 韓志欣 許又翔 南投採訪報導 рь tahun rule 此謀